蔡英文与媒体查续声称两岸虽然在过去的两年半有一些个别事件 但整体来讲还是维持相对稳定 谈及大陆方面将要举行的纪念告台湾同胞书发表40周年的相关活动 蔡英文表示台湾民众有自己最终的整体判断 蔡英文此番讲话有何用意 针对未来台当局的施政方向 蔡英文还抛出改革不会退缩 这对民进党来说又意味着什么 台湾时视频的袁黄伟翰 董志森为您全面解读 围绕着台行政机构负责人赖清德是否会在明年1月中旬辞职 蔡英文28号两次表示未留 称赖是最好的投手会尽全力留住他 不到最后不能放弃 而赖清德则始终不松口 一天内蔡英文与赖清德两次隔空交手 这其中有何玄机 台湾时视频的袁黄伟翰 董志森有深入解析 俄罗斯媒体称 俄联邦安全局宣布已经完成了乌克兰和克里米亚之间的边境屏障建设 仅耗时一年花了不到300万美元 这个数字与美国修建美墨边境墙开出的53亿美元巨资 具有可比性吗 为什么俄媒会拿此一题来指责特朗普 时视频的袁苏小辉有独家观察 海峡新干线 两岸看世界 欢迎各位收看东南卫视海峡新干线 大家好 我是杨阳 谁要好赚 六鬼符 全国连锁 信任之选 本狼牛六鬼符珠宝 居民播出 本狼牛豪市特约赞助播出 豪市只用真材实料做好面包 本狼牛干干脆脆健康美味 盼盼没捏干蛋糕赞助播出 首先来看台湾方面的新闻 蔡英文28号下午 与媒体在自己的住所查续 声称两岸虽然在过去的两年半 有一些个别事件 但整体来讲还是维持相对稳定 对于党内所谓独派 不要她2020拼连任 蔡则反问谁是独派 而对于自己两年半来的所谓政绩 蔡英文很自信 表示要人民感受得到 那是接下来最大的挑战 对于两岸议题 蔡英文多不愿正面回应 但她表示 两岸过去两年半 虽有一些个别的事件 但是整体来说 所谓维持现状 确实相对稳定 她还表示 维持两岸关系稳定 不只是我们 也是对岸责任 那是要各自努力 现在状况下 就是各自努力 共同责任 各自努力 再被问到高雄市长 韩国瑜提到 九二共识 认为他代表新民意 这是台当局 与地方冲突对话吗 蔡英文反问 两岸有什么具体议题 媒体追问台当局 在两岸交流上 是否要跟随地方 蔡佑说 为什么当局 要跟随地方 她还网称 台湾人其实分得清楚 哪一些是所谓利诱 要付出什么代价 台湾人心理心知肚明 期间谈及大陆方面 将要举行的纪念 告台湾同胞书 发表40周年的相关活动 蔡英文表示 两岸领导人 都有很多不同机会讲话 不会一个讲话 就定了生死 我们也有我们自己 最终的整体判断 结合九合一选举话题 蔡英文不忘泼脏水表示 选举过程中 有很多人开始担心 大陆因素干扰 包括假讯息 或其他方式 介入我们选举 因此 下阶段 会有一连串政策规划 跟想法 让台湾的民主机制 及运作 不会受到外力过度干扰 此外 蔡表示 九合一选举 对民进党是一大挫败 虽然输掉一个战役 但会调整脚步 不会输掉战争 有人忧心改革会不会退缩 如同年金改革一样 改革不会退缩 或许需要速度调整 检讨执行方法 现在所推动的改革议题 我们是不会退缩 包括能源转型 转型正义 司法改革都不退缩 针对低迷的民进党内气氛 甚至代表民进党选2020 可能不是蔡英文 他表示 在党主席选完后 会有下阶段的整队 整队后 会把过去积累的政策 让他有效地浮现 过去两年半没有做事的话 现在就要紧张 问题是我们有做事 但要人民感受得到 那是接下来最大的挑战 而对于外传党内所谓独派 不希望蔡英文选2020 蔡英文表示 所谓独派 有独派的想法 我们尊重 但话说回来 谁是独派 很多人对此 也有很多不同意见 好的 就有相关话题 我们来连线台北演播室 河南把时间交给你 好 杨阳 我们首先感谢 月华不朽钢队 本栏目的大力支持 帕生秀 用月华 我们要来探讨相关的话题 那么台湾地区领导人蔡英文 昨天是安排通媒体查序 期间谈及了 大陆方面将要举行的 纪念告台湾同胞书 发表40周年的相关活动 蔡英文表示 两岸领导人都有很多 不同的机会讲话 不会一个讲话就定了生死 并且还表示说 我们也有自己最终的整体判断 那么同时蔡英文还呼吁说 两岸要就维持稳定 来共同努力 岁末之时 蔡英文主动以告台湾同胞书 发表40周年 作为一个切入点进行的表态 可以做怎样的解读 我们请教一下黄伟翰 黄先生 大家去看 蔡英文的回答其实很序 因为在2018年11月24号的 这一次的选举的过程当中 民进党中央 当时蔡英文还是党主席 他主轴就是一直在讲说 这是一个所谓的 民主价值的战争 这是一个所谓的 反介入的一个选举 然后再在的跟大家讲 我们不要让中国大陆 来影响台湾的选举 但最后选民用选票来告诉你 完全就是希望两岸能够和缓 能够交流 但是在选后没多久 他在跟美国的议员 见面的时候 特别还跟我讲说 这次完全没有发现任何 台湾民众对两岸议题 有任何表态 这个选举的结果 也跟两岸完全无关 跟他选举前所讲的完全不同 所以今天蔡英文 他在这个年终的查续当中 所特别提到了这个 其实内容非常的虚 他并没有去面对 而且正视到这一次选举 确确实实 就是台湾民意在告诉你 没有九二共识的这两年半 大家受够了 所以如果你愿意 能够把这个角度跟步骤 再调整回来 那民进党可能还一息上存 如果不愿意的话 很快再过一年 就要有另外一次的选举了 民进党都直接被淘汰了 那民进党内已经很多人 看到这个状况了 而且这一次选票 已经让民进党 大大跌了两百万票了 他还不警觉 还要在嘴巴很硬的讲说 这个基本上呢 我们可以分辨出来 什么是利诱 基本上呢 这个谈话呢 也不是多 讲的都是虚的东西 蔡英文还在 活在自己的这个象牙塔里面 那他其实我并不认为 他看不懂民意所趋 就是大家对于现在的两岸关系 希望怎么做 我相信以他也从事两岸的事务 像二三十年来 他不可能看不懂 可是呢 光是一个九二共识的圈 他就绕不出去 所以这样子不肯正式面对问题 而且呢 又有想尽办法的 要在党内继续获得2020的提名 我们就把话讲白了 就算他最后获得了提名 他能赢得2020吗 我们谢谢黄先生的分析和点评 那么刚刚有提到 对于蔡英文来讲的话 到底在刚刚上个月过去的 这一次选举当中的话 有没有体会到 感受到民意对于两岸关系的 这种迫切 那么接下来的话 我们要和董志森先生 一起来探讨 就是比如说谈到这次两岸关系 那其实有一个非常明确的 在昨天这样一个查续过程当中 有记者就提出来一个问题 就请问蔡英文 有没有感受到 在两岸政策上面 来自于这样子一个 基于地方选举之后的压力 我们也请教一下董志森先生 您觉得蔡英文 对于这样子两岸政策 可能需要调整的压力 有否感受 在这次的九二共事 为什么获得这么多人的承认 照讲在高雄市民进党 胜利的铁票期 都是铁杆 那时候韩国瑜喊出 这个很多人很担心 可是没想到民众完全 完全的支持 而且一赢赢这么多 他甚至到非常农业期 大家知道在台湾种田的 这些农民是民进党铁票 我们所谓的山山 钢山 凤山 齐山 这些地方是获得一片好评 而且一堆人彻夜去排队 明天的活动 你可以看到这些那种狂热 你知道 所以整个民进党就发现说 不对了 这一次是垮定了 那所以我们知道 蔡英文自己也非常知道 两岸 两岸现在是他的最大的造文 但是因为他毕竟他有轻重反击 他认为最重的就先留住赖清德 赖清德你不要走 然后我们再共同来架构 或用一个其他的方式的讲法 民进党很喜欢弄个讲法 像蔡英文最喜欢说什么叫台湾意识 或是什么样之类的 类似这种 那我觉得这是蔡英文现在的想法 可是民进党很多人现在是在观察 就是说你能不能留住赖清德 你拿出你的本事给我看 所以台湾的追剖到够年前 我觉得都是环绕在这个话题上 好 我们谢谢董先生的分析和点评 那么其实回过头来说 蔡英文在昨天这样一个 所谓的查序的时候 不只讲了两岸 因为刚刚的话黄先生有提到说 蔡英文昨天的查序 类似于一个年终的这样一个 和媒体的交流 且不讲她是记者会 那蔡英文必须来带过自己很多 在上一阶段的工作 以及对于未来台当局施政的方向 去做一些宣导 那蔡英文在宣导的时候 这次又抛出了一个概念 叫三步退缩 什么叫三步退缩呢 就是能源转型还有转型正义 以及司法改革三样都不退缩 好 接下来我们要和黄伟翰先生 一起来探讨 当听到蔡英文的三步退缩的时候 民进党的内外人士 可能是怎样的一种心情 请教你 我们先来讲 蔡英文所做的这三个改革 你看在选举之前 他是讲怎么话 百公百业停改革 他开出了他的复选列车 那么所到之处 连议员一区的议员 有十几位只来两位 这代表什么状况 代表他已经极无人气而毫不自觉 那这种情况之下 最后的选举结果证明 你的主轴是失败的 你认为你强调改革 就可以拿到选票这件事情 是一个错误的解读 拿不到选票的 为什么 因为此刻台湾的民众 最关心的第一点 就是要经济 要改善经济 要赚到钱 韩国瑜用最粗浅的语言 让大家听得懂 原来是他来了 可以赚大钱 那我想赚大钱 所以我投给韩国瑜 就这么简单一个逻辑 那蔡英文把整个 那么整个治理的过程 就这个SOP 都给文青化了 哇我要促进转型正义 我要能源怎样的转型 我还要那么司法改革 你要做这些事情 没有人反对 可是你做到了吗 好我们就一一来检视 第一个能源的部分 他一再讲的 那么台湾不缺电 现在台湾缺得很 那之前深澳电厂 大谈藻礁等等 核四还不用 这些民众的反应 到底是怎么样 选举之后已经有答案了 第一个以核氧率公投 第二个反核实公投 民众已经用选票告诉你 用公投案告诉你 我们要以核氧率 结果呢 核四现在还是不闻不动 就是说我们不要重启 所以你的能源政策 你的方向跟民意是违背的 这是第一点 第二个促进转型正义 也没有人不要恢复名誉 你恢复名誉的时候 其实大家也没有批评你 可是你的促进转型正义 是多少在找真相 多少在斗国民党 基本上是九一分 你花了百分之九十的力量 想要斗垮国民党 而且认为这样做的话 可以让国民党 在选举当中一决不振 结果大败的居然是你 所以你的转型正义 本身并不正义 你的促转会还变成是东场 这次的选举除了那么大家所谓 对于经济的要求之外 在方间 在网路 在年轻人口号当中 最响亮的一句 就是叫做一一二四灭东场 那就是你的促转会 就是你的转型正义 在讲司法改革 这一点董哥又更清楚 那老百姓在看的 就是每两三天翻开报纸 一看的又是恐龙法官的判决 你司法改革在哪里 所以不是说改革不好 而是你所要讲的改革这三点 根本也没做到 也没做好 也没做到了 大家想要你做那个方向 但你只有这个可以说嘴 经济商务没有上来 所以当然会被老百姓 来感到反对 所以就是党外的部分 也就是在民进党以外的 台湾老百姓 普遍的看法是 你的改革 没有改到我们的心坎 你的改革 没有改到正道上去 那党内呢 民进党内的人 其实他们也是很现实的 如果你的说法有票房 如果你一站台就有人气 如果你来了我就能当选 我们就替你当老大 就这么简单 现在看起来完全不是 蔡英文所到之处 服选者全部落选 所以他现在基本上是 扎扎实实 真真切切的票房毒药 那么其实 刚刚我们谈了 关于两岸的部分 以及关于蔡英文自己提出来 在明年度的相关施政的 一些标的吧 但是蔡英文在昨天的时候 还强调了一件事情 虽然也只是短短待过 但是却引发了很多 岛内舆论的担忧 就是蔡英文提出 他认为在这一次的 九合一选举过程中 台湾的所谓民主机制 有点被动摇 那么下一阶段 要推动巩固所谓台湾 民主机制的一些工程 这样的表态 可能意味着什么 我们要请教一下董志森 董先生 他为什么讲这个民主呢 那其实民进党过去的民主 就是他当选的才叫做民主 对他不利就叫 民主受到凑折 民党一直这样 你看马英九十代八年 马英九每次得了选票都过半 他的立法部门也都过半数 他其实有非常坚强的民意基础 可是民进党每天骂他 违背人民 什么样 违反民意 那其实民进党的操作手法就这样 这次九合一选举 让蔡英文用这个话来讲 他其实最主要选线怎么样 刚刚伟案也有提到 我们在台湾跑新闻长期就知道 民党有两张审主牌 一个台独 一个永和 那反和 那你要反和的话 这一次的选举 以和养力已经给你一个交信了 那这是很重要的一个指标 第二个指标就是 那些喜乐岛 申立台独那些提出了 东奥证明 那是一个台独公投 就是要不要用台湾的名义 参加奥运 那这个马上被老百姓火劫 而且这些火劫的票都很高 那让整个蔡英文就决定说 哇 这直接的名义怎么显现得这么明确 所以你在这一次九和英选举 他并不是说国民党赢15个席子这么简单 因为他里面同时有个公投的投票 公投投票显示了 除了有一些同性恋的议题之外 他其实最主要就是 我刚刚提到这两个大的公投 那这公投显示 我们不要台独 我们要何人 那这个对他来讲 刚好两张神主牌都被打败 那这个是直接的民意 对民进党来讲 他是很大的挫败 所以如果这个民意他继续推展 因为还有13个月左右就要嫌疾 不到13个月 那这个民意再往下推的话 整个民进党是完全没办法缩失 不但他的领导人 还有他的立委 一定都臭败了一塌糊涂 所以现在大家害怕的就是说 这种直接民意的反应 那对民进党来讲 他如何去承受 好 我们谢谢董先生的分析和点评 其实刚才说来说去的话 围绕的是什么呢 可能蔡英文对于这样一个民意的认识 有一点问题 才会导向了 蔡英文自己提出来 所谓这个是不是机制出了问题 那对于蔡英文来讲 他想的事情 可能有很多跟实际上面有一些出路 就比如说刚才上一节 我们谈到的 关于赖清德去留的问题 其实这样一个问题 刚刚一开始的时候 董事长先生有提到 接下来一个阶段 都是最重要的话题 台信任机构负责人赖清德 是否会在明年1月份 1月中旬的时候辞职走人 蔡英文在28号昨天的时候 两度的表示未留 首先是说赖清德 他就是最好的投手 会尽全力留住他 不到最后不放弃 另外的话我们也知道 其实赖清德方面的话 在一早的记者会上面 就已经反复反复在强调 反复五遍左右的强调 说适当的时间 再跟大家说明 其实这两个人 在昨天的时候 是有这样的一个隔空交手 我们一起来看相关报道 在28号上午举行的年终记者会中 台行政机构负责人赖清德 数度被追问 总辞时间点的问题 但是赖清德完全不入口风 始终不愿对外说明 到底会不会总辞 赖清德还表示 他接任时就知道自己是中继投手 蔡英文28号下午出席公开场合时 提到赖清德留下来 是民进党内共识 蔡英文还是强调 赖清德是最好的投手 他不到最后不能放弃留住赖清德 蔡英文稍晚与媒体查询时 再次表示 赖清德留下对政局是好 赖清德对政策最熟悉 也很努力做事 过去赖清德也做了不少的事情 这个困难的时候 大家觉得应该要留下来一起努力 党内几乎没有不同意见 至于赖清德是否松动 他还是强调 赖清德是最好的投手 他不到最后不能放弃留住赖清德 而昨天同样是台立法机构 本会期最后一天 在赖清德进入台立法机构 与绿营民代们合照后 媒体又问 如何看待蔡英文低姿态未留 他叫你继续投下去 谢谢 好 谢谢 小心 好 谢谢 适当的时间再跟大家说明 谢谢 然而蔡英文这位总教练 还想让赖清德继续终继下去 对此民进党内却有不同声音 内阁应该大幅改组 这个大幅改组是否也包含院长这个职位 我不用在这里说文解释了 对于外界传言 苏贞昌将接棒台立法机构 蔡英文在下午与媒体查续时表示 与苏贞昌交换过意见 苏贞昌意见也一样 都希望把赖清德留下来 而此前苏贞昌本人也于否认 你觉得有没有可能 为了要服务更多的人 也会入阁 我都阻隔过了 不会再入阁 不会再入阁了 蔡英文其实这次是说 是叫做党内共识 就是赖清德留任行政机构负责人 这样一个职务 好 我们现在有一个问题 要和黄伟翰先生一起来探讨 就是这个党内共识 是不是也包含赖清德本人在内 并且我们会看到 昨天上午的时候 赖清德才和记者 非常轻松愉快地召开记者会 在那个时候 记者们都认为说 他很快就要离去了 怎么到下午的时候 就有党内共识出现呢 赖清德在昨天上午的时候 不肯松口是不是也有所预感 请教你 今天他所讲的党内共识 其实只是自己在那边自言自语 赖清德跟他至少就没有共识 赖清德他把话讲得更明白 他上一次记者会是讲 时间一到坚定离开 那么在昨天我所谓的年中的 这个正式记者会他讲到 就是这个投手要离开的时候 他不会去管中继投手是谁 是不是苏貞昌怎么样 不关我的事 而且执政像列车 上车下车很正常 再补上一句 如果理念不合还印流下来的话 未必是好事 都已经讲到这个话头上了 那相关的像是把管 跟这个放管的话题 叶俊荣确实没有跟赖清德 有所报告跟讨论 那赖清德面对的是独派 独派现在震怒了 而蔡英文呢 他也假装说完全状况外 可是明明叶俊荣跟你的关系 而且你在跟柯文哲见面的时候 柯文哲在见面前所示出的希望 管中平能上任 这都是摆在眼前的事实 蔡英文在做了这些事情 只是希望自己能够继续留2020 可是赖清德他还承接了一个就是 是不是我应该要为党做更多事情 而且站在实质层次来讲的话 政治人物的未来 跟他的战机 跟他的人气 跟他的党内势力的行情 等等都有关 赖清德如果这次留下来 那么很有可能会是蔡赖沛 也就是蔡赖沛去选 可是现在看起来赖清德 根本没有这样的必要 我跟你蔡赖沛之后 那么选输了以后 我的定位在哪里 但是如果我自己出来 我承担我选我没选赢 可是我保住了民进党 在这个立法机构里面 一定的委员席次的话 那么我可以很确定的 跟观众朋友报告 2020民进党一输 输完之后到2024的四年 民进党的党内的共主 还是赖清德 如果他承担的话 如果他不承担 如果他不选 如果他跟蔡英文搭档选 2020到2024那个局 就不是赖清德 2024有一个人比赖清德 更加有机会 如果他不选的话 叫郑文灿 郑文灿在桃园 已经两次的这个市长连任 而且他也是新潮流 所以还有林嘉隆 后面很多人在等 所以赖清德这一局不承担 他就没有未来 那蔡英文这一局不稳住 他当场没有明天 所以各自有各自的算盘 蔡英文现在目前的首要之务 就是留住赖清德 来让自己能选2020 可是对党来讲 那是你个人的首要之务 对民进党来讲 就民进党 让委员席次不要太少 不要一次就完全那么死绝 大家还可以一席尚存 过了四年 2024说不定国民党没做好 我们还可以再回来 他们所想的是 未来五六年的计划 这跟蔡英文想的不一样 在昨天上午的时候 赖清德的那场记者会上 当时就有记者 提这样一个问题 说什么呢 说人是感情的动物 那对于赖清德自己来讲的话 反复反复有人的提说 要喂留啊 不舍离去等等等等 会不会有一丝的犹豫 赖清德他现在面临他首属那个派系 新潮流那些大佬 认为说你应该离去 为民进党保持延期 那现在的方向就是保党不保蔡 因为蔡英文会偷着大家一起 陷入泥落嘛 这是很清楚的 现在在郑文燦改口了喔 郑文燦今天改口喔 他说赖清德不要走 把格言换了就好 那这个算什么 你是你带头你是大将军你带的 你说都是别人无人 和我没有关系 就变成这样 这样整个赖清德的声望 就会被拉下来 所以赖清德的压力就在这里 后面还有很大的东西会迎接而来 譬如说现在对民进党来讲 他其实党主席在嫌疾 他有两个人马 一个人马就是表明 我就是要保护蔡英文的 我当党主席 所有党内的游戏规则 全部要让蔡英文继续连任 那一个是出来挑战的 就是游英龙 就说就是要换 就是下一次的领导人 候选人要换 而且目前的内阁也要换 你要统统打破 因为台湾今年的汉字 就是翻转 所以你要听到人民的声音 这是整个目前的情况 好 我们谢谢董先生的分析点评 那么相关话题我们的讨论 也先告一段落 接下来我们进一段广告 广告回来的话 我们要带您关注 前面谈到的关于行政机构负责人 是否会 是否会轮换的这一件事情 引出了谁呢 引出了苏贞昌 结果苏贞昌的消息 又引出了谁呢 不甘寂寞的陈水扁 陈水扁在脸书上爆料 苏贞昌其实跟蔡英文 在过往的时候有一些心结 怎么回事 广告回来 我们一起来关注 欢迎回来 这里是东南卫视 海峡新干线 我们要继续来关注 台湾岛内的消息 台湾区行政机构 前负责人苏贞昌 近日传出 可能会回国 再任行政机构的负责人 掀起了各界的热议 那么前台湾地区的领导人 陈水扁 28号的时候 在脸书上面爆料说 当年 在他的任内的时候 行政机构的正副负责人 正好就是苏贞昌和蔡英文 那时候蔡英文是苏贞昌的副手 没有想到 苏贞昌是有两度 到陈水扁的办公室 来找陈水扁 说希望能够换掉蔡英文 但是陈水扁说 他自己没有答应 陈水扁还表示说 苏贞昌的性格 导致他 怎么都选不上领导人 我们一起来看报道 陈水扁在新勇歌物语爆料 他过去做领导人的时候 苏贞昌担任台 行政机构负责人 蔡英文当副职 但苏贞昌曾两度 到他办公室来 要求换掉蔡英文 还抱怨蔡英文 让人很头痛 当时他没有答应 所以最后 苏蔡两人依旧同进同退 陈水扁表示 苏贞昌那时候觉得 蔡英文作为副手 无法配合 私底下感到很不满 这是所有媒体记者 都知道的公开秘密 陈水扁谈到苏贞昌 笃性还差了一点 比较不敢拼 一定要稳的 看得到的才敢做 很容易犹豫不决 不敢当仁不让 他举例 2010年县市长选举时 时任党主席的蔡英文 本来希望苏贞昌 回锅选新北市长 蔡英文自己则出征台北市 但苏贞昌认为 自己已经做过两次新北市长 不可能再选第三次 话说得很死 但意思其实就是 要选台北市长 就算落选 也能寻陈水扁的模式 选领导人 结果最后 害得蔡英文整个布局 盘算失利 不得不披战袍 出征新北 而且选得很差 陈水扁说 如果苏贞昌那时候 不选台北市 而是选新北市长 即便坐一两任 也不代表 没机会选领导人 他相信 当时苏贞昌若作对选择 政治道路将截然不同 陈水扁的影片已出 有网友解读 这番言论是在讽刺 苏贞昌摇摆不定 才会离领导人位置 越来越远 所以蔡英文现在 如果找苏贞昌出来做事 苏贞昌应该要有所坚持 审视自身目标 但也有绿营支持者 无法认同这番说法 呼吁陈水扁 别再挑拨分化民进党 此前 绿营要爵高志鹏 被控利用民贷值权 向公有财产局施压 官说收取业者 50万元新台币 不法利益 案件缠诉11年 法院26号 驳回他的上诉 依汤污罪 将他判刑四年六个月 耻夺公权四年定验 高志鹏在27号 辞去民贷值务 并退出民进党 由于高志鹏 过去属陈水扁人马 麦介则认为 高志鹏将要入狱 这是蔡英文 在给陈水扁下最后通牒 那说到了陈水扁 我们先把他这个 在所谓永歌物语上面 又写了如何如何 先放一放 我们要来讨论一下 曾经的这样子 一个贬系的大弟子 高志鹏 刚刚辞去民意代表 职务的高志鹏 将要入狱 那外界就有观点认为说 这是蔡英文 在给陈水扁下最后的通牒 高志鹏对于陈水扁来说的话 现在到底意味着什么 那到底是不是外界说的 蔡英文打高志鹏 是给陈水扁 最为严重的一次警告呢 我们要请教一下黄宇瀚 黄先生 那一般这样的解读呢 是存在的 可是呢 我个人看法呢 并不相同 因为此刻的蔡英文呢 他并没有任何的力量 可以威胁陈水扁 反倒是陈水扁在高雄 反而变成是新一代的男霸天 光是他的儿子 只是一个市议员 陈志忠 他就可以结合 民进党的许多的议员 对于韩国瑜执手画脚 包含了预算要退回等等 都占尽了版面 所以阿扁现在在这个 南台湾在高雄呢 倒是变成了一方之霸 而且独派的人 都跟他有非常紧密的接触 而现在 以这次选举的结果 蔡英文最需要的那一块卵肋呢 就是独派 所以他现在你说 要对陈水扁出手呢 基本上呢 这个可能性是不高的 这是我的看法 第二个就是呢 这一次来判高志弘 必须要入狱服刑的 这个是最高法院的审判长 邵燕林 那因为大家意识到了 他是过去 在马英九时期的时候 曾经提名他当大法官 所以照理讲的话呢 阿扁的看法是 他的司法迫害 并不是针对蔡英文 而是说呢 这是马英九提名的大法官 现在来对我扁系的 这样子的委员进行司法迫害 这是阿扁的逻辑 所以再加上情况来看的话 基本上陈水扁 现在在南台湾的一个状况 蔡英文其实 可能拉拢都来不及 那过去在1.124选举之前 前半年我们都讨论到很多 阿扁可以公开的发表谈话吗 可以有新勇歌物语吗 甚至还可以接受某个电视台的 当起主持人的吗 这些质疑都在选举之前 蔡英文都尚且不敢动他 现在蔡英文在1.124以后呢 已经变成是一个 基本上求助无援的一个领导人 他很希望能够再选 很怕自己不能再选 他又有什么能力能够去动阿扁 这就是台湾目前看到政治形势上 相当悲哀的一点 好 我们谢谢黄先生的观点 接下来我们要和董志森 董先生来谈一下 就是刚刚我们短片有提到的 陈水扁这次爆料苏贞昌和蔡英文的心结 那么究竟是有可能 因为这个时间点上面有一点关系 有可能是要让苏贞昌 接任行政机构负责人 这样一个局面破局呢 还是说要给蔡英文难堪 又或者说依然只是说 这种不痛不痒的要闹一场戏 来吸引关注呢 请调您 阿扁内心当然还是希望赖清德继续留 他比较偏爱赖清德是因为 赖清德算是他 等于就台南相亲过去对他有一些照顾 那我们今天看到苏贞昌 这次会被喊出来 其实是真的有很多人认为说 如果赖清德内心既然要走定了 我们民进党也没有人 倒不如让苏贞昌来 苏贞昌反正他已经71岁了 再三天就72岁了 那如果他来 他对蔡英文没有威胁 蔡英文应该比较可以接受 这其实是这样的背景啦 那陈志平现在在想什么 陈志平他现在 他从李登辉身上写到教信 就他们这些操守不好的人 只要去搞台独 台独就是他们的政治保障 就司法保障 那现在阿扁 他就非常清楚了 现在选完以后 独派对蔡英文更不反 有几个原因啦 第一个原因 冬奥正明 你蔡英文既然没有公开 跳出来挺我们 那第二个呢 就是管宗明 我们就是不要给他干台大校长 那这一次叶俊龙给他过了 那你蔡英文虽然嘴巴假装麦嘛 你到底还是让管宗明上气了嘛 所以就用这一点来看 那陈水扁就把独派这个吸引力引过来 他内心最主要的癥结是什么 陈水扁最大癥结就是 民进党执政的蔡英文当了领导人 我为什么没有被涉扁 其实这是最大的原因 所以陈水扁现在是想说 我有生之年 我一定要出去各国走一走 掀扬我的台独理念 我在台湾治理的都好 因为他就是这种人嘛 那既然你民党执政 我也不能涉扁 那民进党干嘛执政呢 这是陈水扁最基础的想法 所以他所有的愤恨 所有的要求 其实你只要绕的 这中心来想就没有错 好 我们谢谢董先生的分析和点评 那么接下来我们要把时间 交还给福州演博士 杨阳 好的 谢谢台北演博士 我们继续来看岛内新闻 民进党第16届党主席补选 下午进行首场电视辩论 两人在互相提问的时间里 是火花四射 刚刚请辞台行政机构秘书长的卓荣泰 直批台湾民意经济会董事长游盈龙 只会发掘问题 没有帮忙解决问题 游盈龙则反呛 他是民间社团组织 本来就只负责发现问题 了解民意 解决问题是当局的事 卓秘书长 那是你们的责任 游盈龙在结论时提到 民进党现在遭遇25年来 最大的危机和挑战 他认为 眼前必须要党政双管齐下 他也说 民进党现在的社会基础缩小到 只剩下27% 28% 社会基础缩小到 只剩下年龄大的 与教育程度低的 根据归程 第二场电视辩论会 在1月4号举行 下一节我们将待您关注 俄罗斯媒体称 俄联邦安全局宣布 已经完成了乌克兰和 克里米亚之间的 边境屏障建设 仅耗时一年 花了不到300万美元 这个数字 与美国修建美墨边境墙 开出的53亿美元巨资 具有可比性吗 为什么俄媒会拿此一题 来指责特朗普 时事评论苏小归 有评价观察 欢迎各位回到 东南卫视海峡新干线 大家好 我是杨阳 学好钻 六贵符 全国连锁 信任之选 本栏目由六贵符珠宝 剧名播出 本栏目由豪市 特约赞助播出 豪市只用真材实料 做好面包 本栏目由 干干脆脆健康美味 盘盘盟捏干蛋糕 赞助播出 来关注今日重磅话题 本月早些时候 美国众议院通过了 一项拨款法案 拨款53亿美元 用于修建美墨边境墙 及其他边境安全措施 但民主党人 一直拒绝批准 任何修建边境墙的拨款 就在特朗普 未建美墨边境墙 不惜让政府部分停摆 甚至相继取消圣诞 和新年的休假计划之时 俄罗斯媒体却报道了一件 可能会让特朗普 很扎心的消息 俄联邦安全局 已经完成了乌克兰 和克里米亚之间的 边境屏障建设 仅耗时一年 才花了不到300万美元 今日俄罗斯网 在28号的报道中说 俄联邦安全局 当地时间周四宣布 已经完成了乌克兰 和克里米亚之间的 边境屏障建设 该边境屏障高两米 有60公里长 整个工程耗资 估计约为2亿卢布 按目前汇率计算为 287万美元 此外 该边境屏障还配备了 从振动传感器 到夜视摄像头在内的 高科技监控设备 反观美国 特朗普边境墙 预算高达53亿美元 而民主党此前 也仅批准13亿美元的预算 因民主 共和两党 在政府边境墙支出问题上 不能达成一致意见 导致美国国会 无法通过政府拨款法案 美国联邦政府 甚至已经停摆一周 看到俄罗斯 能够如此迅速 以相当低的成本 建造边境屏障 由美国推特网友建议 应该把修建美墨边境墙的 合同交给俄罗斯 他说 依照俄罗斯建墙的 不到300万美元来计算 每公里耗资约4.7万美元 美墨边境墙长达3145公里 也就是说 如果让俄罗斯帮忙建墙 大概只要1.5亿美元 还带传感器和闭路电视 临近年中 俄美关系 连大与之相关的俄乌关系 都出现微妙变化 俄罗斯消息报29号报道 美国驻欧空军司令部代表 克里斯托弗 伯耶米德尔上位表示 俄战机27号 在克里米亚附近的黑海上空 安全拦截了美国空军战略 侦察机 但俄方并没有采取 进一步行动 另一方面 乌克兰和俄罗斯的紧张 关系出现变化 原本乌克兰 从上月末开始 近至16岁 至60岁的俄罗斯成年男性 进入乌克兰 不过据俄罗斯卫星网29号报道 乌克兰主动解除该项禁令 因为俄乌矛盾 西方国家对俄持续打压 而俄罗斯也在努力改善 对欧关系 与法德等国在诸如叙利亚 伊核协议和中岛条约等议题上 协调立场 加强沟通 俄罗斯卫星网29号报道 据俄罗斯克里姆林宫 新闻局发布消息称 俄罗斯总统普京 与德国总理默克尔通过电话 就叙利亚冲突 美国从叙利亚撤军的计划 以及乌克兰在克斥海峡挑衅后 形成的局势进行了讨论 双方还互置了新年问候 好的 相关话题 我们来连线 北京演播室的时事评论员 苏晓辉女士 俄罗斯媒体报道 俄方已经完成了 乌克兰和克里米亚之间的 边境屏障建设 仅耗时一年 才花了不到300万美元 那么这个数字 对比美国修建美墨边境墙 开出的53亿美元巨资 您认为这二者具有可比性吗 为什么俄美会拿此议题 来指责特朗普呢 我们会看到 俄罗斯方面爆出这样的消息 其实让大家更加关注的是 美国当前的内政 从两个墙的这种成本 以及修建的具体的情况来看 双方是不具可比性的 不管是长度还是成本 还是人工等等一系列的问题 其实都不是国际政治中的 一些核心的问题 但是此时俄美突然爆出 这样的消息 指向性是非常清楚的 在俄罗斯看来呢 当前美国国内正在出现 一系列的乱局 包括两党之间的党争 包括美国国内的这种政治斗争 造成的政治激化等一系列的问题 以及美国当前政府关门 等等一系列的乱象 其实都反映出 美国国内的一系列的不协调 而这种不协调呢 当前也影响到了 美国和俄罗斯之间的关系 俄罗斯更多的是关注的 因为美国国内的政治斗争和政治激化 使得美俄之间的维持关系的稳定 以及大国的协调变得更加的不易 所以此时这样的消息爆出 更多的是反映出 在俄罗斯看来 当前美国国内的乱象 不仅影响的是美国人民的利益 恐怕对美国的外交也产生了非常负面的影响 临近年中啊 俄美关系连带与之相关的俄乌关系 都出现了微妙的变化 先是两天前 俄方安全拦截了 沿克里米亚海岸侦察飞行的美国战机 且俄方没有采取进一步的行动 再来呢 就是乌克兰主动解除了 针对俄罗斯男性的入境禁令 那么您怎么看 这三方微妙的降调们动作 首先要观察的是美俄之间的大国的博弈 从美俄双方来说呢 当前关系出在一个紧张的上升的通道中 自从川普就任之后 美俄已经错过了改善关系的契机 而当前呢 随着一系列事件的发生 包括克斥海峡的摩擦 似乎让美俄之间改善关系 变得更加的渺茫 但是呢 美俄之间呢 作为两个大国都深知 军事动作呢 可能会引发一系列非常严重的后果 所以两国呢 既依赖军事力量 同时又小心的使用军事力量 此次的美国的侦查的行动 是一种例行的行动 这样的一种行动的主要的目标 是收集信息 而不是挑战俄罗斯对于克里米亚的主张 而俄罗斯方面呢 也深知美方的动因 以及美国行动的主要的目的 所以俄方呢 采取了措施 来展示自己维持 对克里米亚主权的一种长期的立场 但是同时呢 又避免在军事行动的操作的过程中 以及呢 采取过度的反应 可能会造成美俄之间擦枪走火 使得双方的关系 遭受到更加严重的影响 你来我往 更多的是一套 按照例行的程序 以及既定的规则 所展示出的立场 而另外呢 对于乌克兰来说呢 克制海峡危机 更多的是看到 乌克兰方面呢 希望保持乌克兰问题 以及克里米亚问题的热度 使得西方呢 能够更多的站在乌克兰背后 而乌克兰呢 也可以借此加快加入西方的进程 但是当前呢 乌克兰更多的看到 尽管出现了克制海峡的摩擦 以及俄乌关系的紧张 但是西方的国家 并没有像乌克兰所期待的那样 非常坚定的站在自己的背后 包括克制海峡危机发生之后 乌克兰方面迅速向西方求助 但是不管是欧洲还是美国 多是在言语上表态上 对乌克兰进行支持 但是同时警告呢 不希望出现局势的失控 所以在这样的背景之下呢 乌克兰并不敢贸然采取行动 来继续促使局势升温 而希望呢 通过一些行动 展示呢 希望维护当前局势的稳定 以及呢 使得避免矛盾进步的激化 以及出现一些不可测情况 这样的一些动向 来使西方呢 看到呢 乌克兰并不是一个麻烦的制造者 而对于俄罗斯来说呢 乌克兰问题涉及到 俄罗斯的核心的利益 所以俄罗斯更多的是 希望维护已经得到的既得利益 而不是再次呢 挑起更多的争端 所以各方之间的小心翼翼 背后都有深层次的利益的考量 好的 谢谢苏小辉女士 我们稍作休息一段广告之后 继续来讨论 欢迎各位回到东南卫视海峡新干线 大家好 我是杨阳 本栏目由干干脆脆健康美味 盼盼盼捏干蛋糕赞助播出 想要了解更多更丰富的两岸资讯 你可以扫描屏幕下方那儿维码 或者搜索关注海峡新干线栏目 官方微信号 我们就有俄罗斯的相关问题 继续来请教在北京演播室的时事评论员 苏小辉女士 回顾2018年 不仅俄乌关系 俄罗斯与整个欧洲的关系 都一直是在低谷徘徊 那么说到底呢 俄欧关系的背后是俄美关系在主导 那么新的一年俄美关系走向 会成为决定俄欧关系走向的最重要的变量吗 首先要看到俄欧之间的关系 其实背后是有一系列的因素的影响 首先对于欧洲来说 欧洲有自己的历历的考量 一方面欧洲非常担心 来自于俄罗斯方面的威胁 尤其是东欧的国家 对于俄罗斯的一举一动 都保持着高度的警惕 但是同时呢 欧洲与俄罗斯之间的联系 是不可能够拆开的 尤其是在经贸 能源等一系列领域的联系 使得双方之间呢 在一系列的问题上必须要保持战略上的协调和稳定 这也就是俄罗斯和欧洲关系的一种特殊性 而当前呢 影响欧洲和俄罗斯关系的一个重要的变量 是美国因素 大家看到呢 本来美国和欧洲是非常重要的盟友和伙伴 双方之间呢 彼此重视 但是呢 自从特朗普就任之后 美国和欧洲之间的关系呢 产生了更多的不确定性 在欧洲看来呢 一方面非常警惕 美国呢 把欧洲盟友的利益置之于不顾 牺牲盟友的利益 来达到自己的战略上的目的 包括近一时期 美国贸然的退出中岛条约 都让欧洲的盟友感到了更多的紧张 他们认为呢 美国的一些鲁莽的举动 会置欧洲于非常危险的境地 而这是欧洲呢 绝对不希望看到的 包括像德国这样的欧洲的大国 都在不断的提醒美国 希望美国呢 不要牺牲盟友 采取更加客观理智的态度 而另外呢 欧洲也看到呢 美国和俄罗斯之间的关系 也是他们关注的重点 一方面呢 他们不希望美国置欧洲于不顾 另外一方面呢 又不希望美国和俄罗斯之间 关系过分地走近 所以呢 俄美之间的一系列的动向 也是欧洲观察的重点 包括呢 俄罗斯总统普京和美国总统特朗普 会面等一系列的动向 都让当前欧洲呢 产生了高度的警惕 警惕呢 俄美之间的相互的协调 会影响到欧洲的利益 而当前呢 对于俄罗斯来说呢 俄罗斯也希望能够维持 战略上的平衡和稳定 对于任何一个重要的国际行为体来说 保持相对的稳定 防止失态的失控 都是他们符合利益的一个主要的目标 好的 谢谢苏晓慧女士的分析和点题 想要了解更多更丰富的两岸资讯 你还可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 或者微信搜索关注 海峡新干线栏目官方微信号 多纳卫视台海资讯带节目365天 对你直击新闻现场 和你锁定里面中午12点播出的海峡五报 和每天晚间 22点播出的海峡新干线 获取更多音视频资讯 请登陆福建网络 广播电视台 www.fjtv.net或者是下载海峡提议可端 今天的海峡新干线就是这样了 感谢您收看 我是杨阳 我们明天再会